全球第一線,今天線上邀請到的是德州州立大學翁旅中副教授 教授好 伊倫主播好,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我首先來關注到的是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發生了自彈式的炸彈恐怖攻擊 是一家航太公司總部發生了大爆炸,而且有5人死亡,22人受傷 那土耳其副總統也趕到了醫院來進行探視 他就說可能是庫德工人黨所為 不過庫德工人黨是並未坦承犯案 不過教授,因為觀眾朋友對土耳其這邊的政局比較不了解 什麼要請教教授是 為何執政當局會懷疑是庫德工人黨犯下這起恐攻 是的,確實,為什麼會把矛頭指向庫德族的工人黨 在台灣可能比較少人了解這個恩怨情仇 事實上這是一個很長期的庫德族跟土耳其之間 尤其是亞多灣政府之間的恩怨 主要是可以回溯到土耳其的庫德族工人黨 在1978年成立之後一直都在積極的推動爭取庫德族人的權利 庫德族人的權利其實他們設定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在土耳其建立所謂的庫德族自己的自治區 甚至是獨立來建國 這個呼聲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也是因為庫德族有這樣的一個呼籲 工人黨非常積極的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 導致土耳其的政府尤其是亞多丹上任之後 對庫德族工人黨或者是整體的庫德族人 進行了非常大的大規模的政治上面的壓迫 或者是可能在軍事武力上面也給予了不少的打擊 所以我們說其實這個恩怨是非常長期建立的 而這個在土耳其內部已經不是秘密了 所以這一次的發生恐怖攻擊 當然很自然的土耳其的政局政府會把這個矛頭直接指向庫德族工人黨 當然最終的調查結果可能還有待後續的報告 才能夠非常清楚的知道到底是誰是所作所為 但是土耳其已經針對庫德族包括了工人黨 以及支持工人黨的相關的組織 包括在敘利亞包括了在伊朗的這些庫德族的組織進行了攻擊 馬上進行反擊在幾個小時之內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在土耳其又或者是整個中東局勢 因為這一次的恐怖攻擊事件恐怕會更加的不穩定 再者我們可能也要思考的是 其實庫德族我們說長期以來有這樣的一個攻勢 或者是有這樣的一個衝突 可是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尤其是在全國際都在混亂的時間點 庫德族工人黨會發動這樣的一個攻勢呢 可能我們要某種程度來思考的是 就是因為在國際的局勢混亂 而且美國正在面對美國總統大選 大概無暇他顧的情況之下 或許工人黨覺得在這個時候發動一些攻擊 可能第一可能受到的壓制力會受到影響 而且全球的關注程度可能會上升 所以我們說除了長期的意願之外 這個發動攻擊的時間點 跟全球現在正在面臨的混亂 尤其是美國大選仍然混沌不明 戰局焦灼是有連帶的關係 後續是因為這次庫德族工人黨的恐怖攻擊事件 會不會造成更大一波的 所謂中東局勢的混亂 土耳其會不會因此而加入某種程度 其他的國家一起來反恐 甚至是加入到這個以色列這一邊 跟以色列的戰局牽扯上關係 這是都是我們後續要來關注的 因為這都會聯動的影響整個國際局勢 我們來跟進行情報告 我們在於是一段時間內 我們好帶走進行情報告 所以我們在於是一段時間內 隨時到處走進行情報告 我們下期待吧